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世界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带您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中美贸易协议中 传美国有一条 降中国商品的关税 真的吗 待会来看 金正恩的左右手 金英哲飞往华府 还带了一封写给川普的信 似乎为川金二会做准备 中国科技发展快速 现在连美国也跟着使用了吗 来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 不满中国爆发大规模抗议 原因为何一起来关心 中国的一带一路又踢铁板了吗 缅甸反对密松大坝重启计划 还要来关心一起发生在 哥伦比亚的恐怖事件 汽车载80公斤的炸药 冲进警校 造成10死50伤 美中两国正密集的进行贸易谈判 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月底访美 先前传出华府有意考虑调降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来安抚金融市场 不过美国财政部呢 对此迅速否认 与川普政府贸易团队合作的财政部发言人表示 财长摩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都没有对有关关税 或者对中国谈判的其他部分提出任何建议 华尔街日报17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国官员考虑取消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以稳定市场并可以鼓励北京当局 在贸易谈判上做出让步 报道指出 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在内部讨论会当中提议 取消美方目前对价值2500亿美元 中国商品科征部分惩罚性的关税 或者所有惩罚性的关税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反对 这项建议并未上乘到美国总统川普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进行了驳斥说有关关税或者是对中国谈判的其他部分 努姆钦部长和莱特希泽代表 并未向任何人做出相关的建议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科尔尼咨询公司旗下的全球商务决策委员会 做出了2019年新出炉的展望报告当中 就预测说 2019年美中的贸易战将会加剧 该组织的发表的报告还认为 美中贸易战争端将使东南亚国家从中获益 因为跨国企业将会把在中国部署的供应链 转移到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 据稍早之前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中贸易谈判如果不能达成协议 美国政府将再一次的提供豁免申请程序 降低对中国提税之后 对美国进口商的冲击来确保后者的利益 除了中美贸易战之外 川普与金正恩的川金二会也备受关注 就有韩国媒体报道 金正恩的左右手金英哲 昨天搭飞机前往华府 将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会谈 再拜会川普 另外会议的举行地点也是引发猜测 有观察家表示在越南或者是泰国登场的可能性高 而被点名的越南也表示乐意主办 有消息指出 美国与朝鲜本周将在华府举行高层官员会谈 商讨川普和金正恩第二次会面的相关事宜 根据韩联社报道 昨天金英哲先飞到北京再转搭连航飞往美国 预计在当地时间晚间6点50抵达华府 报道指出 金英哲会在明天与蓬佩奥见面 再礼貌性地拜会川普 此外他似乎还带了一封金正恩要给川普的信 眼看川金二会近在咫尺 但地点会在哪里呢 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越南正准备接待金正恩在农历新年后立临 而且越南很乐意主办川金二会 根据了解这次的川金会将会设法达成临时协议 以重振核武谈判 而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与美国和朝鲜都保有良好关系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最有可能举行川金二会的地点 一名越南政府官员和两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越南很乐意主办 希望借此展现与美国的关系已正常化 不过这名消息人士并没有证实 金正恩到访与川金二会是否一并举行 接着看到有一篇英文的南华早报报道说 纽约市警察局大量使用中国的脸部辨识技术来监控市民 但是美国之音向纽约警局查询时却得到了否认的答案 美国之音还采访了两位视频监控专家 他们也说南华早报的报道中错误很多 并认为这可能只是中国摆出了架势 要彰显中国的科技优于美国领先世界 中国天网式监控系统连美国都在效仿吗 英文版的南华早报11日 在题为中国技术帮助纽约警方 密切监控美国最大城市的报道中说 中国正跨洋出口尖端脸部识别技术 纽约市警局正使用中国海抗卫视 供应的摄像头和脸部识别软件监控着公民 但这篇文章被视频监控专家 揪出许多错误遭到驳斥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不仅纽约警局否认南华早报的说法 称纽约警局不用海抗卫视技术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两外专家 美国视频监控研究和测试公司 IPVM创办人约翰·霍诺维奇 以及数码障碍公司首席执行官 扎克多夫曼 也都一一挑出报导不合理的地方 其中一点就是 纽约警局核心监控软件是来自加拿大公司 这两位专家详细指出 南华早报似乎分不清楚 摄像头和脸部识别的差异 装在纽约合园大厦里的摄像头 只是一种视频监视系统 并不具备人工智能的人脸辨识功能 专家在进一步斥责 南华早报把旧故事用新说法扭曲事实 反驳一般传统的高清IP摄像头 无法脸部识别 因此更不可能根据数据库里的照片名单 触发自动警报 加上人工智能AI关系者人权问题 所以美国对AI脸部识别技术的 普遍适用性受到很大限制 多夫曼在点出南华早报报导说 西方开发的脸部识别技术 只能准确识别白人 而海康卫视的监控技术 不存在种族偏见 他认为这实在荒谬 并解释说脸部识别技术的 准确性问题普遍存在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海康卫视的技术在准确性上 优于西方最好的技术 而南华早报说 报导是根据上个月的一份 中国官方文件 但专家发现内容实际上 引用最多的是五年前的老材料 这份神秘的中文文件 南华早报继位透露详细内容 也未说明出处 令专家高度质疑其准确性 总结来说 多夫曼分析 南华早报的报导 可能是利用加工过的老故事 引申出更大主题 也就是彰显中国的脸部识别技术 优于美国领先世界 多夫曼也在福布斯撰文指出 中国对脸部识别等分析能力 存在着全国性夸张运动 他表示 中国的系统确实也应该要不错 因为对中国AI初创企业 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但他指出 从产品表现来看 并不比西方领先的系统更好 他更讽刺地说 中国一直书写这些事情 来摆出架势 简直就像是活在 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学院 再来看到 随着中国势力扩张 不少国家严正以待 昨天临近中国的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 爆发大规模反中示威 有超过20个人被捕 而这起活动发起的主因呢 是抗议者反对北京当局 透过一带一路渗透势力 并对中国施压新疆维吾尔人表示不满 根据了解 这是中亚地区至今规模最大的反中示威 综合媒体报导 吉尔吉斯斯坦贫穷 为了发展经济 向中国借贷 也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越来越多人对中国扩张的影响力不满 17日爆发的游行 约有两三百人聚集在首都比斯凯克街头 他们反对中国移民 反对借贷 也要求政府禁止中国人取得吉尔吉斯斯坦国籍 当局表示 共有21名示威者被逮捕 理由是扰乱公众秩序 事实上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投资国 不过近年来大量中国移民进入引起民怨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 向中国借4亿美元维修一座发电厂 但却在去年冬天因为气候因素倒塌 不过负责工程的中国公司 并没有面临调查引起众怒 此外 中国近年在新疆打压 同为突厥穆斯林的维吾尔族 和在新疆的吉尔吉斯人 都让吉国人民心中的怒火升高 对于抗议活动 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副总理 伯罗诺夫发声明表示 示威者是受到恐惧误导 他同时强调 过去两年 每年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人低于1000人 并无大量非法移民 同样一带一路又提到铁板 这回是在缅甸 近期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一则声明 引发了巨大争议 而缅甸北部克星邦的几个政党领导人 对中国燃起不满 有专家认为 如果对抗的局势持续扩大 有可能重新点燃几年前席卷缅甸全境的 反对中国投资浪潮 在克星邦 一带一路项目之一的密松大坝 计划总投资为36亿美元 2009年开始执行 但很快就遭到反对 被迫停工由来已久 2018年底 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 访问了克星邦 要求重建水电站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当地几位政党领导人 不满中国大使蛮横的态度 也不满中国对于重启 密松大坝项目的说法 那就是昂山素季支持推进这些项目 事实上 2011年在反对密松上马的全国信声浪中 作为反对党领袖的昂山素季 曾经公开反对密松大坝 今年1月 中国方面发了一份声明 提到中缅两国就密松大坝项目 进行了磋商 以寻求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并强调克星邦的民众 并不反对密松大坝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克星邦的三个主要政党 克星国大党 克星邦民主党 以及克星民主党 后续也发了一份联合声明 表示克星民众与政党 都希望彻底停止密松大坝的建设 瑞典缅甸问题专家林特纳 在亚洲时报撰文指出 在洛新亚危机背景上面 缅甸在国际舞台处于孤立 因此昂山素季 不得不寻求中国的支持 而中国以密松大坝施压 是在向缅甸寻求一份高额的回报 他认为中国对密松大坝的新推动 是一场赌博 这很有可能重新点燃 2011年那样的席卷全国的 群众性反华运动 而且运动一旦开始 就很难阻止它的蔓延 来看一起恐怖攻击 南美洲哥伦比亚一所学校 17日遭到汽车炸弹攻击 已知至少10人死亡 超过50人受伤 对此哥伦比亚总统杜克痛批 针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攻击 是疯狂恐怖分子行径 他强调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 不过这起事件呢 也引发忧虑 担心哥伦比亚再度的回到过去的暴力 根据路透社报道 事发地点在哥伦比亚首都 波哥大的一所警察学校 当时一辆载有炸弹的汽车 突破检查哨 冲进桑坦德将军学校 并且引爆炸弹 威力之大 连附近公寓的窗户也被震碎 哥伦比亚国防部发声明指出 事件造成10人死亡 54人受伤 其中有9名死亡的是警校学生 根据了解 这起爆炸案是自2016年 哥伦比亚政府与共产党游击组织 哥伦比亚革命军达成和平协议以来 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 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哥伦比亚总统杜克的公开发言 杜克说哥伦比亚从来不对恐怖主义低头 这次也不例外 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 而哥伦比亚的首席检察官马蒂内兹则证实 汽车驾驶名叫罗德里格斯 也在爆炸事件中丧生 马蒂内兹指出 这辆灰色日产休旅车 载着80公斤的高爆性炸药 过去属于哥伦比亚游击队 目前仍没有任何的组织出面声称犯案 马蒂内兹表示 调查人员正在追查幕后主持者 节目的最后 带您来看到世界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世界各地的嘴新消息 脱欧问题卡关 造成英国政治持续动荡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举办第二次公投 昨天有超过170名工商业领袖 在媒体联名发表公开信 呼吁朝野两大党都应该要支持二次公投 他们并且警告说 无协议脱欧或者是糟糕的脱欧协议 都会伤害英国的经济 另外根据最新民调 如果现在就举行二次公投 那么想要留在欧盟的比例 将大幅超前脱欧派 大约是56%对44% 而这样的数字是从2016年6月脱欧表决结束之后 留欧派最大的一次领先幅度 接着也是英国的消息 中国通讯大厂华为最近风波不断 除了各国政府先后表态要禁止华为进入5G市场之外 就连学术机构也打算与华为划清界限 牛津大学昨天宣布 由于最近外界对于英国与华为的合作关系有所疑虑 因此决定不再接受来自华为或者是相关企业提供的经费 不过之前已经启动了两个研究项目将会继续 经费合计是69万元英镑 华为方面则是回应说 公司并未收到牛津大学的通知 而是从媒体报道才知道被终止赞助 继续来看到华为的消息 根据一家波兰电台的报道 波兰总理府指出涉嫌与王伟金 共同从事间谍活动的前特工杜尔巴洛伊 曾经是前总理齐斯德洛的顾问 从2000年到2017年任职于政府 而且允许接触敏感数据 根据了解杜尔巴洛伊 现在是一家法国电讯公司在波兰的员工 当年前总理办公室聘用他担任叫总方济各 2016年访问波兰时的安全顾问 不过波兰政府的新闻单位 目前尚未对此发表意见 根据美国网络媒体Buzzfeed 引述两名美国联邦执法官员报道 川普总统指使他的前私人律师科恩 针对在莫斯科新建川普大楼一事 向国会说谎 科恩甚至帮川普安排在竞选期间造访俄罗斯 并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秘密会面 商讨新建川普大楼的计划 虽然新建计划最后作罢 但是这件事情也成为川普后续执政的软乐 接掌众议院的民主党也正在积极的调查当中 目前美国政府仍然有部分的机构停摆当中 而且川普与民主党持续对立 有鉴于国内情势不稳 白宫决定今年不派代表团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法言人桑德斯昨天表示 目前美国有80万名劳工没有薪水可领 为了确保官员们能够在必要时刻提供协助 因此就连财长姆努钦 商务部长罗斯 以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都不会参加这次论坛 除了包含川普在内的美国代表团确定缺席以外 深陷脱欧争议的英国首相梅伊 以及忙着处理国内动荡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同样不会出席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世界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